放开我 干吗呀 你都已经答应出来吃饭了 你没做好准备呀 什么准备 女侠 咱们都是成年人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呀 我跟你说 大胖小胖都是胖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啊 看你这熟练的手法 应该欺骗过不少巫少女吧 你敢 我今天就去他们 好好教训教训你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活啊 我今天就去他们 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 你不逼我打女人 怎么着啊 还想还手啊 不报警抓你就已经很客气了 还想跟我的小胖胖比 你连名字都不太提 以后再敢招要撞骗 好 我现在就给你送到派出所啊 对了 忘了自我介绍 我马上就是一名律师了 今天免费教你怎么做人 不用谢我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彪悍的一面 小心 你没事吧 你也不赖啊 走啊 走啊 心里不好说吧 小胖胖没见到 还遇到了个胖人王 自己心中的白月光 被人莫名其妙地玷污 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要换作是我的话 可能更会失去理智 我们不一样 我跟小胖胖的关系 你并不只是青梅竹马的儿驰玩伴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口中的这个小胖胖 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 就算站在你面前 你也认不出来了 或许你这种寻找方式 本身就是错的 也许吧 我想一个人走走 麻烦你在前面停车吧 你就不好奇今天我为什么来 你来不就是为了看我笑话吗 今天你满意了吧 叛徒舟成长 回去我再算账 你就不想知道你那个小胖胖吗 现在到底长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子 也不可能是你这样 停车 大家有活动吗 保留了 你还想说什么 你不是要找小胖胖吗 我带你去 还记得这里吗 不就是我第一天来医院实习 你 莫名其妙抱我的地方吗 这都是事处有意 你不是带我来找小胖胖吗 来这儿干吗 因为你要找的人 就在你面前 我那天在这里抱你的时候 我就非常确定 你是我等的从容 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小女孩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丛容 我是说我就是小胖胖 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你也想挨一顿揍吗 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 是我被人欺负 你说 辣有什么了不起的 越是难吃 就越要战胜它 那个时候你告诉我 你是十一般的从容 你也可以叫我女侠 你也可以叫我女侠 从那个时候起 你就在我心里长了根 你爸爸去世的时候 你很伤心 你说有两个月亮同时出现的话 你的爸爸就不会消失了 所以我用月光交代 粘了个大月亮 逗你开心 两个月亮一起出现了 你爸爸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你说你要去你外婆家住几天 开学了就回来了 开学见 我等你 我回来就在这里等你 所以我每年开学的时候 都在这里等你 一年又一年 没想到一眨眼 这么多年过去 现在知道 我在医院里面说暗恋你二十年 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我们两小无猜 青梅竹马 我暗恋他几十年了 玩游戏的时候 我说我喜欢一个人很久很久了 那个人不是秦楚 我喜欢的就是你 从容 我希望这段回应 能给我们的关系解上添花 从容 我想让你做我的女朋友 不想你把我当老同学 我 需要冷静冷静 没关系 反正这么多年我都等 也不在乎多等几天 反正你也跑不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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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